蓝莓是极品养生水果 可以延年益寿 研究发现 蓝莓还有花青素 属于天然的抗氧化剂 是对抗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阿兹海默症等疾病的好帮手 马歼医院营养医学中心副主任蔡一贤说 100公克的蓝莓 约含15克碳水化合物 热量60大卡左右 富含维生素跟矿物质 但不同的制成和储存环境 都会影响维生素或花青素的含量 蓝色紫色的蔬果都富含花青素 不止蓝莓 黑莓 覆盆子 樱桃 桑胜 枸杞 苹果 无花果 李子 紫葡萄 石榴 茄子 紫花椰菜 紫地瓜 紫胡萝卜等 也都是花青素来源 属于天然抗氧化剂 蔡一贤指出 经常摄取这些蔬果 对于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肥胖 代谢症候群 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化性疾病的保健 都有帮助 由于蓝莓怕高温 放在室温下 花青素会随温度递减 如果放在冷冻库 花青素保存会比较好 但蓝莓破损 也会流失更多的花青素 因此放在冷冻库里 要非常注意包装与保存环境 建议使用保鲜盒等容器储存 与其他生食隔绝 避免交叉污染 至于蓝莓制成果干 果酱 蔡一贤表示 经过加热后的蓝莓 可能会流失部分营养素 花青素可能减少 做成果酱 则是要注意是否有添加剂 增酬剂等 同时要注意糖的含量 蔡一贤建议 早上泡燕麦 加上优格或鲜奶 撒上蓝莓 腰果 红莓 黄豆 与南瓜子等 营养健康更加分 不过他也强调 饮食要均衡 成人每天要摄取两份水果 换算大约两个拳头大小 建议搭配不同的水果 不要觉得哪种好 就只单吃哪种水果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